公元1630年8月 一代名将袁崇煥 被崇祯皇帝灵池三千多刀而死 其血肉都被百姓分而食之 然而纵观袁崇煥一生 征战无一败继 还数次从后金的铁梯下挽救明朝 因此从古至今 许多人都说袁崇煥死的冤枉 也有人说袁崇煥是汉奸死不足惜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袁崇煥到底死的冤不冤 人们之所以说袁崇煥死的冤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攻击 而袁崇煥一生最大的攻击有两个 一个是宁远大劫 而是宁锦大劫 公元1626年 努尔哈赤率六万金兵渡过辽河 准备直击山海关 一时间山海关总兵杨林调集大军监守 但事实上 他们前面还有一个地方没有失线 他就是袁崇煥镇守的宁远城 但当时袁崇煥手里 只有一万人 面对努尔哈赤六万大军 着实有点不够看 然而袁崇煥却表现得有恃无恐 因为他早就料到了 禁军会来进攻 因此早在两年前 他就开始修筑城防 囤积粮草 因为他知道 清军并不擅长攻坚 而结果也的确是这样 努尔哈赤率军连攻两日 非但没有收获 反而被袁崇煥的红衣大炮炸得死伤惨重 连努尔哈赤都忍不住骂道 无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 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唯宁远一成不下 最后只得退兵 而当天 启皇帝得知该消息后再约 袁崇煥血疏势重 使邪心运筹 失忠调度优法 满贵等汉域孤城 使心奋勇 虽未进监逆奴 然以守挫凶风 四次终劳 振心加粤 虽将袁崇煥升任右检督御使 紧接着努尔哈赤去世 袭击任者皇太极 甩拔齐军和部分蒙古军队 再次进攻宁远 结果又被袁崇煥坚守了足足二十天 最后 清军死伤数千人 只得后撤 而紧接着 他们又被镇守锦州的赵帅 用火炮轰击 又损失数千人 此一战 后今三个贝勒受伤 一位皇子去世 然而 尽管如此 袁崇煥非但没有获得奖赏 反而被魏忠贤领导的燕党弹劾 最后 他愤然辞官 以示抗议 但历史 往往就是这么巧合 1627年 天启皇帝去世 其弟诸有俭继位 始为崇祯皇帝 崇祯皇帝上位后 将大肆打压燕党 并将袁崇煥重新任命为 兵部尚书 兼任右赴都御使 都师祭辽 监督登来 天进军务 崇祯皇帝 对袁崇煥 甚至信任道都军都没有派 全权将辽东军务交给了他 那既然如此 事情又怎么演变成了 不死不休的局面呢 这就要从崇祯当初 给袁崇煥裸裂的罪名说起了 他给袁崇煥裸裂了整整九款大罪 分别是 扑付不孝 专世七银 以示米则资盗 以谋款则斩帅 纵敌长驱 顿兵不战 援兵四级 进行遣散 兵驳城下 前邪喇嘛 奸请入城 乍一看 这九大罪状 袁崇煥 简直就是罪大恶极 但事实 真的如此吗 下面 我们就来看看 这些所谓的罪状 到底成不成立 第一大罪状 乃托付不孝 和纵敌长驱 其实是一件事 他来自1628年7月 袁崇煥进京的时候 向崇祯帝 做的一个承诺 那就是 只需五年 他就能平定后金 这句话一出来 可不得了 因为崇祯 他真的信了 他先是给袁崇煥 加太子太宝贤 而后 又赐予他上方宝剑 除此之外 崇祯把当时国内的七成水收 都给了他 然而 袁崇煥 虽然牛吹了出去 但他私底下 跟人说起这件事的时候 竟然直接了当地说 这话是哄崇祯皇帝的 因为 是个人都知道 明朝和后金 打了几十年都没结果 五年 又怎么可能解决全部问题呢 但袁崇煥 也不是毫无作为 他利用巨大的资源 开始疯狂地铸成屯兵 并且 他还提前意识到 蒙古 可能成为后金的部署 进而让敌军 从北方南下 威胁京城 于是 他激连上书 让崇祯皇帝 加强 进门一带的防守 但崇祯帝 并没有相信他 结果 到最后 黄太极真的就从那打了过来 直接就怼到皇城根底下 差一点 崇祯皇帝 连挂歪脖子树的时间 都要没了 还是袁崇煥带着人马 星夜吃元 才击退敌军 因此 就此而言 托付不孝 和纵敌长驱的罪名 其实成立 也不成立 因为 袁崇煥 毕竟是拿着全国大部分的资源 在作战 在这种情况下 他自己不作为 反而叫皇帝自己 去注意防守 实在有点强人所难 而崇祯也失败在 过于信任他 因此 此罪 二人都有过错 而第二款罪名 专世欺隐 其重点 其实在隐上 而关于这点 我们就要把 以某款则斩帅 以士米则资道 这两大罪 连起来讲了 首先是 某款 以斩帅 这里斩的帅 是当时的平辽总兵官 毛文龙 他的官职 比袁崇煥要大一级 并且 他也拥有 天起地赐雨的 上方宝剑 他的驻地 在皮岛 位置在 如今的鸭鲁江口东的 西朝鲜湾中 那里当年是 后金的大后方位置 因此 毛文龙 可以时常从后方 威胁后金 使得他们 不敢放心 大胆地进攻 然而 毛文龙 虽然位高权重 但却没有更加卖命 反而是 归缩在皮岛上 并且 他还变本加厉地 向朝廷索要良响 历史上明确记载 他两次 提兵威胁 吓得朝廷 直接停了 他两个月军降 而袁崇煥 深知毛文龙的重要性 于是 他亲自前去劝说 结果 整整三天 不管他怎么劝毛文龙 都不肯听 于是 袁崇煥 干脆用上方宝剑 将其斩杀 然后再向崇祯请罪 而崇祯在得知此事后 虽然大为震惊 但并没有责罚袁崇煥 甚至都没有骂他几句 可见 在崇祯眼里 毛文龙也有点过分了 然而 不管怎么说 毛文龙 身为一品大员 就算有错 也应该由朝廷审问 他自己官职还比人家低一级 而且还用本朝皇帝的剑 砍了前任皇帝赐予上方宝剑的毛文龙 不但是有点以下犯上 还连带着给崇祯皇帝 也扣了个黑锅 导致其后来 崇祯皇帝想要杀死他的时候 把这件事都翻了出来 至于以示米则自道 其实这件事 上岛崇祯 下岛元重换都有份 事件的起因是 蒙古因为遭受严冬 祈求与明朝贸易换取粮食 一开始 明朝并没有答应 因为他们认为 卖给蒙古人的粮食 很可能流入后金的手中 而此时 元重换却站出来说道 如果我们一点粮食 都不卖给蒙古人 恐怕他们狗急跳墙 会直接倒向后金 因此 最后崇祯皇帝同意忌口 卖米给蒙古人 所谓忌口就是 对方有多少人 我们就卖多少米给他们 如果他们要卖给后金 那他们自己都没得吃 本来这个计划是挺完美的 但元重换实施的时候 却变了样 他为了筹措军饷 把大量的粮食不皮等 卖给蒙古人 而蒙古人也真的转手 卖给了后金 因此说 他间接自敌 其实也情有可原 最后 剩下的一众罪名 都来源于一个地方 那就是 皇太极 兵临北京的时候 原本元重换 是很快就到达北京的 但他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内 投入战斗 反倒是站在一边 进行观望 而后 当各路援军 抵达的时候 他非但不集中兵力 反而让军队各自为战 最后导致守城大将 满贵战死 而当战事结束之后 崇祯惊讶地发现 元重换军中 竟然有后金的使者 加上元重换 此时一直想进城 这让生性多疑的崇祯 直接就将其视作谋反 然而 即便如此 也并不能让崇祯痛下杀手 而压倒元重换的 最后一根稻草 其实是他自己 因为 他的大战略 明明是坚守发育 伺机而动的战术 而他非要给崇祯夸下 五年平定后金的海口 但崇祯帝虽然年轻 但也不是傻子 他后来自己也明白了 元重换在吹牛 而元重换 在这种情况下 非但不做辩解 反而行为越发轻率 隐隐有一点 拥兵自重的意思 因此 崇祯结合他的事迹 加上之前 他善杀毛文龙 最后 朝廷奸臣们 在这么一通污蔑 直接就将元重换 塑造成了一个 通敌叛国的大军阀 而这对于 明末风雨飘摇中的崇祯来说 他是绝对不敢冒着风险 去赌元重换 是不是忠臣的 因此 他干脆一杀了之 所以 纵观元重换的所作所为 他虽然有能力 但处事上 却不够稳重 经常是想当然的 就开始实施起来 他或许觉得 皇帝一定能理解他的行为 但他却忘了 皇帝最重要的 永远是他自己的利益 一旦你威胁到他的利益 那么 即便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他也会毫不犹豫的 痛下杀手 这一点在历朝历代都有发生 但不管怎么说 元重换作为将领 的确尽到了守土安邦的职责 但作为臣子 他却没有做到 千功仁厚的表率 因此 他被凌迟的悲惨下场 或多或少 都有自己的责任 至于他冤不冤枉 反而成了千人千面的事情 但可以肯定的是 挂在歪脖子树上的崇祯 绝对不认为他是冤枉的 因为他觉得 除了他 所有人都有错 除了